嗨大家好,我是Eva 今天的影片是想要來分享我去打醫美鳳凰電波9個月的心得 先說結論,我覺得如果是像我一樣臉肉肉的 然後可能年紀到30上下,開始覺得有時候拍照或是照鏡子的時候 好像臉開始有點垂垂的,然後法令紋出現 有一點老態的話,真的可以做 因為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膚質呢是敏感的九招膚質,所以其實是不能隨便去做醫美的類型 那我這次是等肌膚穩定,給醫生諮詢確認一下膚質可不可以進行醫美才去做的 會想要做的原因呢,其實是從大概兩年前 我開始覺得拍照看起來沒有以前那麼好 就是會覺得輪廓線這邊好像變得垂垂肉肉的 去年的時候,我又發現 欸!如果我半夜睡眠品質不好的話 早上起來那個疲憊的狀態會非常明顯 到我的那個嘴邊肉,可能一般人是這樣兩條抹紋 可是我是會有兩個球球 其實會看到我臉上有兩顆球在這裡 非常的可怕 再來就是觀察自己的臉 比以前更容易浮腫 要可能一個月都沒有喝任何一滴酒精 然後臉才會狀態是比較好的 我的影片下面開始有人告訴我說 欸!你是不是變瘦了?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可是我沒有變瘦 我其實體重一直都差不多 我就去對比一些以前的照片之後 我才發現 因為我的臉型是比較肉一點 然後可能有點這樣橢圓形的感覺 然後原本這邊肉肉的啊 好像就是往下垂垂垂垂垂垂 垂到我的這個 這邊不知道是叫什麼 就是垂到這邊 所以我的唇骨看起來變高了 然後臉這邊變凹了 可是其實我的肉是垂在這邊 所以看影片正面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變瘦 可是實際如果一些別的角度啊 拍照你就會發現 這邊就是肉垂下來 然後這邊的弧度變得非常不順 最後一根鴨屎駱駝的稻草呢 就是在去年秋天左右 我照鏡子的時候就發現 我的毛孔怎麼變大了 然後那個變大不是說 小圓變大圓 而是它變得有一點水滴狀那種感覺 你們知道嗎?非常可怕 我想說 這不是只有在我媽或我阿嬤的臉上才會看到嗎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因為我本來算是沒有什麼很嚴重的毛孔問題 然後我就看到我的毛孔變成這樣 我想說天啊 歲月不勞人 那個時候呢 我就先問了身邊朋友有沒有相關的醫美經驗 然後得出了結論呢 就是應該是可以做鳳凰電波 那時候他們是分成兩派 一派是臉跟我一樣熱肉的 就會覺得拉提緊緻的效果非常好 那一派是他們原本臉就已經很瘦 然後很逼很尖的那一種 他們就覺得沒有他們想像中那麼好 因為我的臉是肉肉派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還是去諮詢一下 然後其實我也不太確定鳳凰電波的原理跟效果有哪一些 那時候就只是單純看 計程車一直被洗腦 就感覺好像很強的一種醫美 我就到朋友去的診所 還蠻有名的診所 他們家的那個粉餅雷射 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一間診所去諮詢 然後我就說了我的狀況之後 其實我原本有點擔心說 他會不會是說 你真沒救了 你要打肉毒 你還要打玻尿酸 你還要幹嘛幹嘛幹嘛的 但是醫生就很好 醫生就說 那你現在的問題呢 總體來說就是老化 膠原蛋白流失 跟臉有點下垂這樣子 造成以上我剛剛說的那些困擾 他就說那他建議我可以先打鳳凰電波 然後打完之後呢 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如果我覺得不夠的話 再去做吸補的加強 我那個時候查到的資料呢 價位大概是落在十到十三萬左右 一次是要打九百發 然後盡量不要跟別人共用一個探頭 因為有些診所可能會 讓你跟別人共用一個探頭 但是因為他其實的原理 就是要利用熱能去刺激你的膠原蛋白生成 所以醫生其實會針對每一個人 不同部位的需求 然後在施作的同時 就幫你去調整那個能量 去達到可以刺激你的膠原蛋白生長的一個 呃...強度 當天進行療程的時候呢 我是素顏過去的 那護理人員呢 就有幫我做簡單的清潔之後 敷上麻藥 然後好像在身體上有貼一個那個 我不知道那叫什麼 就是貼一個東西 製作之前呢就會先檢查說 喔這是原廠的機器 原廠的機器認證 然後探頭呢是全新沒有開封過的 而且上面有放 尾的雷射標籤 跟確認是原廠出貨的 在臉上放那個黑色的格子 然後塗凝膠之後就會開始 醫生就是有跟我解釋說 因為這個是新的機器 所以它一邊在加熱的同時 其實也有一個冷卻系統 會聽到一個噗噗噗的那種聲音 所以其實臉的成熟度會比想像中的更好 就比較不會那麼痛 然後我一開始真的很緊張 因為我上一次的技 是停留在五六年前做音波 然後真的超痛 是痛到哭出來的那一種 在進行凡凡電波的時候 醫生會一邊用那個探頭在臉上 加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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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邊問說 那你現在那感覺怎麼樣 我自己是覺得差不多就是 刺刺的熱熱的 然後有時候能量比較強的時候 會有點呃 被嚇到的感覺 然後我就會說 喔現在大概是兩分三分 喔剛剛那一下可能是六分 醫生就會依照我的承受能力 去做調整 然後比較容易感覺到痛的地方呢 他也會提前告訴我說 這邊可能會比較痛 所以在事先打預防針的之下 我覺得沒那麼痛 像我之前很痛的時候 我會這樣捏我自己的手 可是我在整段那個鳳凰電波進行的過程 我幾乎沒有什麼捏我的手 就是我沒有捏得很緊 我可能就是稍微捏一下 我不會這樣 我一開始呢 是先做右半面的臉 這時候我比較緊張 就絕對比較刺比較痛 可是後來習慣那個整個tempo之後 換左半邊臉的時候 我幾乎是完全放鬆 我就一邊躺著 然後一邊跟醫生大聊天 我覺得可能醫生也是想要轉移我的注意力 所以才一直跟我聊天 除了臉頰之外 我也有加強輪廓線 然後下巴跟脖子的地方 總之我覺得鳳凰電波跟我以前打過其他的醫美 就真的我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很痛 做完之後呢 因為有加熱 加上我臉板就比較容易紅的類型 所以臉看起來有紅紅的 就是局部這樣 可是沒有傷口 最後基本上就是加強保濕 然後不要用美白產品 隔天呢就可以上妝了 那因為我皮膚比較敏感 所以診所有先被藥給我預防 但我後來都沒有吃 就 接著隔天好像就恢復正常了 然後好像隔兩三天我就上妝了 我完全看起來很正常 沒有人會知道你有去做醫美那種感覺 接下來就是效果的部分 我自己呢最意外的是 做完的大概隔天開始吧 就會覺得臉好像變得比較嫩 比較細緻的感覺 真的很神奇 在洗臉然後按摩保養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臉好像變小 做完之後就覺得 臉那些多餘的脆肉去哪裡 就是感覺有點像是 以前裡面都是水分 然後現在已經被壓掉 都被拍出去很久 可是其實拍照那個時候 還不是很明顯 再來呢就是毛孔真的有變小 就是從那個有點水滴狀 就恢復成原狀 像保持到現在已經快一年了 都還是 對我來說正常的毛孔 打完的一個月呢 我發現我的那個法令紋 有慢慢消失 然後到現在也是快一年了 法令紋也沒有跑出來 非常的開心 然後那個時候也有覺得 輪廓線變得比較緊緻 就是拍照有時候 拍側臉的時候 那個線條會非常明顯 因為以前可能就是 一點肉肉的感覺 到了第二第三個月左右呢 嘴邊肉 然後我說那兩個球球的肉 還有木偶紋呢 就有越來越消失 到現在都還保持的蠻好的 我覺得很開心 剛剛提到的那些缺點 真的都是超級閒老 拍照 拍影片 然後有時候就是看著自己 就覺得 你老了你知道嗎 可是現在呢 就有一種 回春的感覺很開心 就比較喜歡 鏡子裡面的自己 看了自己心情很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在我自己身上的話 我覺得第三到第六個月的 效果是最好的 就那時候很多照片 都不需要特別修臉型 這件事讓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現在熬夜呢 還是會有一點狀態不好 可是 就沒有那麼 整個人是 你知道 這樣子的感覺 除非是我整個晚上大失眠 沒有睡覺的話 才會出現那個 木偶紋 變明顯的感覺 以上呢就是我的 鳳凰電波經驗 我覺得真的是 我做過的醫美裡面 最不痛 效果最自然 然後 我最喜歡的一個 醫美 就是我以後一定會再 回去補打的那一種 但是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打完鳳凰電波之後 還是要做好身體管理 不可以像我一樣變胖 因為像我最近就胖了兩公斤 然後就很明顯 臉上的那個 輪廓線又變得不好看了 就是 因為長肉了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不要覺得打了醫美之後 你就得到了免死金牌一樣 如果你身體管理 保養沒有做好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維持得這麼好 所以 體重還是要控制好 再來就是我打完的一年 我都有非常努力的 加強我的保養 因為我就覺得 好不容易讓它拉體了 我就想要把它KIT住 大概就是這樣啊 如果有問題在留言問我喔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臉跟我一樣是這樣肉肉的 真的超級無敵推薦 下次見喔 掰掰